在厦门游玩了几天 感受到了这座海岛城市的魅力 欣赏了它的美景 今天我们换了另外一种出行方式 乘坐厦门的公交车 去厦门狐狸山炮台看看 据说这里有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的海岸炮 好奇心的驱使下 让我们决定来逛一逛这处景点 狐狸山炮台的门票是25块钱一个人 我们是在网上面买的 所以上去直接刷就可以进去了 一进来就能看到 在这个上面还有红仪火炮清兵操演 它是以狐狸山炮台清兵操演红仪大炮 作为崭新切入点 反映了明清时期厦门港炮台当年的军事盛况 红仪大炮清兵的历史原型 为清朝八旗军中 郑红旗 郑黄旗仪仗队和操炮演示 大家好 我是财云飘飘 我现在是在厦门的狐狸山炮台 在我的身后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海岸炮 克鲁伯大炮到底有多大的 走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门大炮是1893年 清政府从德国的克鲁伯工厂定制来的 购买时花了八万两白银 加上海运费 保险费 二次搬运费 一共是花费了十万两白银 炮重有近九十吨 炮长十三点九米 炮管上扬三十度 最远射程可以达到一万九千七百六十米 最主要的是这门大炮可以连续不间断的发射一个小时 能轻易穿透60厘米的钢板 威力巨大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海岸炮 也是仍保存在原址上最古老最大的19世纪古海岸后塘炮 湖里山炮台位于厦门岛东南海甲突出部位 三面环海 东面与金门岛隔海相望 南与张州领海 西与古浪雨摇香灰印 地理位置非常独特 历史上被称为八门门户 天南索要 炮台始建于公元1891年 总面积七万多平方米 结构为半地宝室 半成员室 具有欧洲风格 又有我国明清时期的建筑神韵 据说这门大炮在清朝购买回来之后是一炮未发 只是在安装的时候瞄准了一下 但是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它是发了一炮 并且是击中了日本的一艘驱逐舰 名为弱竹号 再来看一下 这块牌子上面就是克鲁伯大炮的一个介绍 看看这个下面就是炮台的滑轮 旁边是轨道 原先这座炮台的话它是可以360度无死角的转动哦 这么大的大炮它是需要多大的炮弹呢 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就是弹头 就有170公斤 后面呢就是装火药的 清朝呢当时它是买了两门大炮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门大炮 还有一门大炮呢原先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但是这座大炮呢是已经没有了 现在里面是空荡荡的 咱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这边已经把它给弃住起来了 看看这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了一个底座还在那边 在这个边上还有一个水池 但是现在里面是没有水的 这个水池啊就是原先清洗大炮使用的 它用的是肥皂水或者是清水 我们再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门大炮 是不是又大又霸气啊 前面的炮管一直往天上养的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炮台的下面 在这边是由铁门把守 没法近距离的看大炮 咱们就在这里看看吧 两座炮台之间也是有暗道相连 这样可以相互支援 这些房间里面原来也是摆放炮弹的地方 胡理山炮台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象征 如今更是珍贵的时机